包括官方媒体所要报道的一个事件 所以这些事在有逐步在积累 这个包括公民社会也在一个积累 你不可能指望一下子就完全实现 对我想回应一下李秦坚所说的这个就是 你刚才讲到那个媒体的商业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的全球一体化这个进程 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无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变化 民众的思维越来越多元 社会越来越丰富等等 媒体假装做出一副监督的样子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与其说就是说中共在变 这个结论就是说中共好像在变 与其说中共在变 比如说中国在变 与其说中国在变 不是说世界在变 也就是世界的变化带到了中国的变化 中国的变化带到了中共的变化 而在这所有的变化的环节和过程中 而中共的变化都是被动的 都是一个就是消极的 甚至是阻碍的因素 它完全不是一个主料的因素 比如说说到媒体 刚才李生亚讲了媒体的发布件 但是中共不断的发文 要求对这个案子不要报道 对这个案子不要报道 甚至公开的要求律师 不要接这样的案子 不要接这样的案子 什么独来粉也好 什么什么地震家属也好 这怎么聊新闻之间 就是说新闻在本身一个客观的开放过程中 而中共是人为了一个阻碍 这就是说在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中 中共是它的最大的阻力 你可以这样讲 但也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 跟邓小平有关系 也是中国领导人开始的 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 在某些时候是领导人的 他的主动的政策带来的变化 有时候是社会的压力造成的 我觉得这是不能绝对的讲 完全是一方面的 我觉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现在问题是在中国这个大国 在一个现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面 什么是最好的途径 或者是成本最低的过程 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的变化 中国的民主化 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的民主的附身 很难顾及 有的人说是很高 有的人说很低 但不管怎么讲 这个民主是个好东西 将中国的学者提到的问题 现在更多的是 不仅仅是谈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更多是寻找一个对中国最有效的 成本最低的一个途径 如果这个政治变化带来了一片混乱 带来了六四以后 十几年的政治上的不可进取 包括中国国际形象的低落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东西 在很多人的眼光当中 但是所以现在知识界 包括领导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民主党内民主不是成为一个 以一条可能的途径 带动中国的民主化方式 当然这个本身也是需要 在学术界进行讨论 好 关于成本的问题 这个确实也是很多 一个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陈国宏先生 我想提出这个变化成本小 或者说有路线图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这是一个好的概念 但是不管成本多小 不管路线图怎么样 我们要向着民主和反腐的方向去走 但事实上 中共高层它的意图 它没有决心反腐 它甚至无心反腐 它的方向不是这个方向 它是被动的被人民拖住走 那么在刚才李承鄉讲的很多 是把因果关系倒过来了 说是什么民主带来混乱 这完全是中共高层 蓄意制造的一个谣言 实际上在世界上多数国家 民主的国家 它反而是非常安定的 苍明的 我最近去过瑞士 瑞士只有750万人口 却有四种官方语言 分别代表了它四个族一 它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非常的稳定 反而不代动乱 平衡的国家 都是专制国家 像那些什么 津巴布韦 你随便可以举一些 包括中国现在 都是处于非常动乱之中 中国是处处火山 只不过它到处封闭 你不知道而已 你把新疆的事情 西藏的事情 什么湖北的事情 江西的事情 任何一桩放在台湾 放在美国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都是报纸炒翻天的事情 都是有人要下台的 像王乐泉这样的腐败分子 居然高居台上 你看他讲的任期制 王乐泉的任期超过了十年 当了十四年第一把手 在新疆工作了十八年 都还在这个 我刚才说过 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例外 王乐泉本身就是个例外 这个刚才你讲到的 这个民主 在长远来讲 是能够提供稳定的 我觉得我是同意的 而且我认为中国领导人 有时支持 能源当中 有时支持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也是讲 要为中国的长治久安 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但问题是 在目前情况下 国内有很多人有惧怕 国内的很多利益集团有阻碍 所以这过程 需要一个渐渐的过程 如果民主不能给大家带来利处 不能给整个社会 带来有益的发展 所以有的人就不愿意干了 我是同意的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我也是同意的 民主会给带来稳定 带来合法性 但是转型过程 有时会非常痛苦的 在目前中国 就改变这种惧怕的心理 我们可以把李成先生 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 比如说面临经济危机 面临这个新疆骚乱 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是不是推动 比如说超过党内范围的民主 会不会造成一些社会的不稳定 我想在国际上没有这个先例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 那么刚才李先生提到 是不是集体领导更好 如果集体领导更好的话 缅甸军人执政集团那就很好 或者是金正日的家族集团也很好 关键是你这个民主 你当反腐的时候 你不能自己监督自己 原来国内一个政治学家 曹世元就说过 所以自己用中级委来反腐 自己反自己 就跟一个人自己打自己屁股一样 再打也不疼 你监督是来自于外部的 是独立的 是一个制衡 毛泽东都说了 只有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所以他就来个人民不监督政府 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 刚才他提到这个网络权等等 那不是一个1%的例子 它是1%非常普遍的 还可以举张庆黎 还可以举这个全国各省市的 上上海帮 北京帮 山东帮 等等 他们都是腐烂透顶 但是都是高层在包庇他们 我想说的是 现在他们的胡锦涛 温家宝的威权下降 不管他们说什么 心里想什么 他们做不到 因为胡锦涛 温家宝本人也卷进了腐败大案 所以说这些 我们就今天不在这里赘述了 我们还谈到 台湾的案子 陈水扁 台湾有很多争议 但是陈水扁 受成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个纸别 待会儿 我们待会儿再讲 我想请 我想请这个 我回答有几个问题 事实是要把它纠正 张庆黎 并没有超过 在新疆超过10年 也没有超过两任期 在上海的官员 王洛泉 你说王洛泉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也提到陈水扁的问题 陈水扁 不要忘记 陈水扁是民主选上来的 所以民主并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而且呢 在一定程度上讲 有些民主国家的腐败 比非民主国家更厉害 包括可以举新加坡 作为例子 但问题是在于 我还是认为民主 是个好东西 是对中国是 未来是有利的 问题是怎么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上 怎么减少成本 怎么最佳的途径 怎么改变 中国民众 知识界 包括领导人的 危惧心理 但最后呢 是要有突破的 这突破什么时候 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最后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你们来分别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那么在海外 比如说媒体评论中国的 这个所谓党内民主的时候 都注意到中共高层 近年来的这个权力交接 是比较的平稳 那么他们一般认为 有的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中共交接 权力交接的平稳和制度化 显示中国是朝党内民主迈进 那么陈不空先生 您怎么看 我刚才说到这个 是非意图的一个民主表象 他不是有意想这样做 他是没有办法 因为最高领导的威权在下降 那个从赵紫阳 时代是五个政治局常委 后来到江泽民 时代是七个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时代是九个政治局常委 而军委的更加扩大了十一人 所以当胡锦涛 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 受到很多牵制 这就表面上构成了一个 好像民主的一个假象 但事实上 他们是利益集团的一个组合 他们在里面平衡各种利益 这种利益的结果是牺牲 广大民众的一个利益 为起点的 你会被法办 但是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 江泽民家族在电区领域里的精吞 李鹏家族在电力领域里的狼吃 这些都会被清算出来 说他们非常惧怕民主 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下 中国的民主或者中国的反腐 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那么这些什么是图境 什么是你认为中国 真正的图境就是民众监督 你要再扩大民众的权力 缩小政府的权力 要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让民众参与这个社会 否则就会出现黄洋培所说的 王朝新王更替周而复始 好 李鹏家半分钟的时间 民主是指的是选举 指的是司法至上 指的是包括司法独立 指的是各种途径的监督 在这三个领域当中 中国都有一些发展 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讲 可以讲很大的发展 现在等待的是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的过程 有时候会非常痛苦 而现在的党内民主 就提供了这样一个 试验的一个途径 早就可以突破了 只是被他们封杀而已 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在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 我们将讨论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 是否成功 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宁星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